如果把它放大到400%來看 我的天啊 落差也太大了吧 畫面真的蠻銳利的 嘿大家好我是Win向威斯特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我手上的器材吧 那我們順便來聊一下 全副相機以及APS相機的比較 在影片一開始之前 宣傳一下我的頻道 我們是Win的鏡頭之後 將鏡頭後的大小事 分享給大家 是我這個頻道的宗旨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內容 或是想要知道更新的器材資訊 歡迎點讚、分享以及追蹤喔 其實真的只好在整理我自己的器材 然後我一直覺得我器材成本好像有點高耶 我自己就有兩台A7S3 以及一台FS3 然後呢 一堆全副的鏡頭 那其中好幾顆都不常使用 FX3是我在用的 那另外一台A7S3是我老婆在使用 而第三台的A7S3算是助理在用 可是我們團隊的助理 他們本身自己都有相機 所以這台A7S3的出情率其實不高 那真的有拿出去拍啊 頂多都是拍攝一些全紀錄的畫面 所以我正在思考啊 我有辦法把成本降低嗎? 如果把它換成APS-C加上APS-C的鏡頭 那我是不是可以換回很多錢呢? 但我又擔心啊 篇幅比較小 那拍起來問題會不會比較多? 總之不管啊 我就先全部買回來 然後再測試看看 也才有今天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手上呢有兩台機子 左邊呢是FX30 那右邊呢是FX3 基本上是長的一模一樣啊 那插的就是感官眼鏡的大小不同 那鏡頭呢 我全紀錄的鏡頭啊 通常是有這顆鏡頭拍出來的 就是Sony的24105 我在商業的活動紀錄拍攝啊 我通常都是用這顆鏡頭拍到底喔 一鏡到底 它有24端的廣角畫面 然後同時又有105端的長角 重點呢自帶防手震 所以在穩定器上面啊 我即使推到105端 那甚至做個裁切 我還是可以好好的運鏡喔 那它的防手震也是我把 Sony的2470 GM第二代啊 賣掉的主要原因啊 雖然2710它有F2.8的大光圈 可是其實在長焦端是不夠用啦 然後我通常都拍4K 所以也沒有辦法做裁切 然後在APS-C的FX30上面 我到底要選擇哪顆鏡頭啊 我最後選的是 騰龍的1770 F2.8這個鏡頭啊 然後它的焦段從17端 也就是等效的25.5mm 雖然不及2470的24啊 可是其實差一點點而已啦 長焦段一樣可以達到等效105 本身也有防手震 那重點是F2.8的大光圈喔 這其實剛好可以彌補APS-C 篇幅比較小 如果在比較暗的地方 可能會比較有噪點的缺點 然後啊 我買FX30還有另外一個理由 就是 FX30這台相機雖然是APS-C 可是它如果拍著4K的話 它是從6K超彩樣到4K 也就是說 你拍攝一樣的畫面啊 FX30的畫質 會高於FX3喔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你們看到有差別嗎? 左邊是FX3 右邊是FX30 我們把它放大到400%來看 有明顯看到FX30的畫質比較好嗎? 所以在商業案啊 如果用FX30來拍攝 其實是可以獲得更好的畫質 OK 我們直接進到重點了 我們來看一下畫質 首先呢 這個是兩顆鏡頭 以及兩台相機廣角端的比較 我們看一下這個畫面 然後看一下另外一個畫面 然後看一下另外一個畫面 你們比較的出來嗎? 哪個畫面才是全幅相機拍的? 當然因為鏡頭使用的品牌不同啊 所以有一點發射上的不一樣 如果把它放大到400%來看 我的天啊 落差也太大了吧? FX30的畫面真的蠻銳利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長焦端的比較 我們放大之後 可以看到1770 這顆鏡頭雖然有一點點的洋蔥圈 但我覺得還好啦 它整體不影響畫面 然後6K的超彩樣 真的不是該的 總感覺以細節跟銳利度上 FX30配上1770啊 在白天的4K拍攝下 大獲全身的感覺 我們當然要為全輔的FX3 扳回一層 我們來看一下 落光的拍攝 大家都知道 A7S3以及FX3 在S-Log3的拍攝下 其實是有雙原生ISO的 但是大家都默認 在12800 ISO的噪點會歸零 而FX30 則是800跟2500 直接來看畫面的比較 OK我們現在看到右邊是FX3 配上的是20105 左邊則是FX30 配上1770 我覺得這一組的比較有一個重點 就是鏡頭 因為一個是F4 一個是F2.8 我們來看一下落差 ISO在800的時候 很明顯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全輔的底噪的抑制 是比APS-C還要好 OK那我們繼續往上 好 1250 然後 看一下2500的時候 因為FX30啊 它有雙原生ISO 它第二階是在 多少 2500 所以 2500的時候 反而是FX30 比較乾淨喔 OK那我們繼續往上 好3200 然後一直到5000 這個時候我發現一件事喔 FX3 底噪好大喔 然後FX30 底噪反而比較小 但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喔 目前的測試 到這裡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啊 我們在拍攝 S-LOG3的時候啊 當我們發現 我們的 ISO必須往上到3200的時候 我們都直接拉12800 所以其實我們不大會用ISO5000在拍啦 OK我們繼續往上 有沒有看到 FX30 ISO8000的時候 還可以喔 如果是搭配1770這個F2.8的大光圈鏡頭 然後 FX3已經慘不忍睹了 但很奇怪 其實大家都知道 FX3的雙原生ISO 第二階是在12800 這一點啊 在 Sony他們一直沒有去證實 反而是FX30是有證實 雙原生ISO是 800跟2500 但 FX3 是沒有被證實的喔 他們只有默認說 12800確實底噪會更乾淨 就這樣子 但我這一台好奇怪喔 10000的時候 底噪就先歸零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呃錄影的畫面喔 好有沒有看到 在10000的時候 底噪是歸零了 我們把它放大到400%來看一下 OK 10000的時候歸零 為什麼 不是12800嗎 那我就把我 過去拍攝的畫面 我再拿出來 我們再測試一次 OK 一樣耶 ISO100的時候 抵造歸零 為什麼 那我們再看12800 好 欸其實 我覺得FX30的 意志也不錯耶 好 12800的時候 因為FS3在 10000的時候已經歸零了 所以12800 理當效果就一定是會比 FX30好啦 好 1600 這個就 就往上就不用看了啦 因為 再來就是 FX3的 天下了 OK我們剛剛比較 因為兩顆鏡頭是不一樣 一個是F4 一個是F2.8 那我現在呢 鏡頭 餘率都換成 1770 那F2.8 可是因為 FX3啊 他在4K的情況下 他是沒有辦法做裁切 所以我就把他的畫質 降成1080p 我們來看一下喔 OK 現在是ISO 800 然後 仔細看一下 全幅還是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來 2500 OK 2500的時候一樣 因為FX30的第二階啟動了 所以他的ISO是很純淨的 然後3200 然後 810000 OK我們現在10000就可以比較 精準的評比了 為什麼 因為 鏡頭是同一顆 光圈式都2.8 好 所以可以看得出 FX3真的蠻乾淨的 好 放大到400%看一下 但 呃 剛剛有說嘛 因為 FX3他只有1080p 所以 放大後是 真的慘不忍 不能看啦 再來是12800 但一樣啦 FX3是碾壓 FX30啦 但是其實你放大400%之後 哇 就畫質還是比不上 FX30 OK我們看完了 S-Log3 那我們接著要看 我最常使用的 HLG2 我們在婚禮裡面 我們是不拍 S-Log3的 主要是因為啦 我們不是每一台 都是A7S3或者是 FX3 因為我們也有 A7S啊 然後有些是比較不懂 S-Log他的 拍攝方式的助理 為了避免 你拍不好 而產生的 大噪點 所以我們 一律在婚禮裡面 我們都拍 HLG 所以 HLG2 他的 低光源的比較 是我很重視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差別 那 FX3啊 我上的是 20105 FX30是 1770 OK我們就開始囉 這是 ISO600 我看一下喔 FX3 又是出來了 在HLG的情況下 有夠乾淨的 好 我們繼續往上喔 OK 2500的時候 因為HLG就沒有所謂的 雙元生ISO的問題了 他就是 噪點就一直往上飄了 放大到400%來看一下喔 其實 可以看到 FX30 他的畫質 真的比較好 只是他的噪點比較多 因為桿桿件小嘛 FX3當然噪點比較少 但是 但他銳利度 遠遠不足於FX30喔 我們直接來到 ISO5000 那 400% 呃 一樣啦 就是 銳利度的問題啦 那噪點 我覺得 都很慘 一萬 兩千八 我們直接放大 好 看一下 OK啊都慘不忍睹了啦 廣角的鏡頭啊 我也換掉了喔 我原本是使用這顆啊 Sony的1635F4的 霹靂鏡頭 就是Power Room 然後我買了這顆 Sigma的1018 然後這顆是等效 15到27 然後重點 這顆有F2.8的打光圈喔 為什麼我廣角不常使用喔 除了少數一些上夜案 我有用到超廣角之外 因為我有 腾龍的2040 我們如果以婚禮的拍攝來說 這顆鏡頭其實已經可以滿足 你在婚禮拍攝上的大部分的鏡頭 那我們就直接到戶外來做比較喔 FX3啊 配上的是Sony的1635F4 那FX30配上的是Sigma 110到18 其實可以很明顯看出兩顆鏡頭的發射喔 就跟剛剛騰龍一樣嘛 騰龍跟Sigma 我覺得都比較偏黃一點點啦 但沒有差 那調一下色就好了 Sigma的1018 它最廣是10端 等效是15 15跟16 其實可以看得出 Sigma比較廣一點點 呃 我們放大到400%看一下 這個是400%喔 其實你仔細看還是可以看得出 FX30它的畫質比較好 但 沒有差很多 那這一點呢 我覺得是在鏡頭上的差別 主要是因為 我們剛剛談的是 24105配上1770 那24105其實它是一顆很 很舊嘛 比較老的鏡頭 所以解析度 會輸掉 我覺得 不意外 但 1635F4的PD鏡頭啊 它其實 雖然不到GMaster鏡頭 但其實它的銳利度是非常好 所以 評比下來沒有輸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看一下 另外一個 廣的畫面 就跟剛剛說的一樣嘛 Sigma它的 廣度會比較廣 好看一下細節的地方喔 OK 細節 這個是400% 看一下這個欄杆的地方 OK有看到差別了嗎 欄杆處啊 FX30 6K超採樣 真的厲害 真的比全服的FX3 還要好 OK經過我長時間的測試啊 我覺得APS-C的FX30 其實沒有輸很多 在白天的拍攝啊 甚至是贏的喔 那重點來了 我一共省下了多少錢 首先我賣掉 A7S30 64000元 然後如果我把我手上的 24105跟1635 也跟著賣掉 這兩顆都是公私貨 所以目前的二手價 差不多落在 20000跟25000 差不多 所以我一共可以拿回 1009000 這是目前的估價 然後我買了FX30 二手價是 44000 1770也是二手的喔 16000元 然後 我發現 1018這個鏡頭啊 他的 二手價跟全新的 沒有差很多 所以我就直接買 全新的 然後用 2470利率 一個月差不多800多塊 也就是說 我一來一往 我手上的現金 可以多 40000 一顆 85GM 第二代 就有了 OK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內容喔 其實這一集啊 是我很想要知道的 東西 我想要知道全服跟 ABSC的差別 跟比較 也順便把資訊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下一集就來聊一聊85GM第二代他的評測喔 我是溫香威斯的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